中職富邦看槍隊邀請宇宙林思宇開球 開球前再次確認站位是否正確 小心謹慎卻架勢十足 只不過啊的一聲 林思宇似乎對自己的表現不太滿意 那時候站上去想說 哇 那個技師感真的有一點遠 然後太怕抱頭就覺得 好 我們就小力一點 結果差一點點好像就進那個 扶手的手套了 林思宇穿上66號球衣 而這背號可是大有難投 在運動節目中有最強女將之稱的他 正好也是66號 不僅如此 這也是賽前陪他練投的投手 李子強的球衣背號 而6更是他的幸運數字 那我們請思宇來轉身一下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你選擇的背號是66號有什麼能力呢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在場內比賽 就是要享受比賽 就有點六六六的感覺 對 然後就因為你不能選三個號碼 就66然後我覺得6也是我的體力數字 希望今天可以帶給我富豪的感覺 這場比賽兩隊九局打完三比三 僵持延長到第十二局上 捕手劉時豪一棒敲出勝利安打 成為龍隊奪冠關鍵 滿久 一年多了 一年多 然後終於有貢獻到的感覺 然後有點高興 就是大家都沒有放棄 回圍一年多 劉時豪終有一圖悶氣的感覺 拿下轉隊後的首場MVP 比賽中場以4比3作收 這也是衛泉龍隊在新莊的八連勝 中央設計的張新偉 新北市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